好 我們繼續開會 今天還是一樣總執行 第一個登記總執行的是周澤山周園 總執行時間四十分鐘 謝謝大家的主席 我們文官長 秘書長 有的同情 局長 媒體先生小姐 大家午早 大家好 好 這次這時候 時間我排在比較好邊 看我們正前的議員 這時候非常精彩 非常好 大家都外面好事 為南北市的政策 福利 政策 建設 我們的官長 人員 人氣 也非常的翁 告訴我 議員和人氣獎 人氣非常好 人氣獎應該 我們來辦一個人氣獎合意 我看每一個議員 其實都叫管長第一 在這裡請請請 管長 好久以前 早以前 管長 在你的施政報告 你報告之後 非常清楚 也非常好 不論你在台東建設交通 我們社會的福利 或是這個地方在推動 官公 都做得非常好 我說別哭 我們也能看到管長 你的用心 台東府一直在改變 改變非常多 你看我們台東市 大樓大樓一間一直蓋 路下也一間一間一直蓋 民宿也應該超過千多間 應該也有 真的看他出管長你的努力 包括你這次的 全綜藝 全大樓 他們也辦得非常成功 在這裡 本市也非常堅定 管長你的努力 謝謝 謝謝 不過 我們現在開始 這政黨有很多人 不知道 管長對我們台東 未來的建設 因為現在這政黨有很多人 你的風雄在哪裡 你的重點 你會放在哪裡 或是你要讓 我們的中央 擁出這個經費 還有什麼困難度 各位我們報告 我一直都認為 台東 需要的這個 基礎的建設 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 很多 我們台東其實是 重點是要在基礎建設 然後 政府 是扮演一個 平台 是 定義說把民間的力量 可以帶出來 這是重點 像你說的 其實這幾年 台東的進步 比較大部分 是在民間 很有活力 因為民間 有人來投資 開始有 酒業的機會 有一些年輕人 開始回來 那些是外地人 看到台東 現在 也是官長 你推動才不會 對 這個 造成的原因 你的早餐也成功了 是 我們早餐成功的原因 其實是 把台東的特色 凸顯出來 對我們開始反熱氣球 衝浪 鐵人三巷 這些 都一直 不斷的 把台東的 這個優勢跟特色 其實這些東西 比較建設 沒有直接的關鍵 有啦 這就是 但是 但是 建設是 要對得到 我們的發展 不然你看 當然 人家來 高通也不敗 路也不敗 大也不敗 大家就沒有興趣了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以前的問題 以前的問題 以前的天然 資源很好的 好山好水都沒有問題 好山好水都沒有問題 好山好水就好貧窮 沒發展嘛 我們現在是把好山好水的特色 包裝起來 讓人們看得到 人們願意來的時候 機會就有出來了 像我們現在 一年的觀光客 比以前 一年多兩百萬人 這兩百萬人 帶動的 十一住行的消費 這很嚇人 所以這就是 為甚麼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經濟 齁 這幾年可以 真的不是 逆勢成長 齁 全國全世界 經濟不一定好 的經營 台東的經濟表現 齁 我們在這次 遠見雜誌的調查裡面 裡面齁 經濟就業 這項齁 我們台東的 我們台東的評比 是全國的一名 齁齁 團長用心 是 反對也該用 對啊 這是不簡單的事情 齁 但是 你現在問到說 這邊碰碗 我們只要走兩行 齁 第一就是 因為 兩方的關係 處理不好使的時候 齁 齁 那個影響 當然那個影響 一定影響 那個影響是影響全國全台灣 齁 但是台東也免不良 對 我們也很多接 齁 我們的 路客 沒來的 萬一 農產品還賣不出去 這對台東的打擊都會很大 啊 第二就是說 我們原來要建築的這些 剛才說到的 基礎建設 齁 這些中台的建設 是不是因為這樣會改變齁齁 這也很多議員在關心 啊 我們希望不會啦 因為 這些建設 是為台東的佩設 對 這個建設 啊不是為國民黨 也不是為我 這是我們 為台東的人 台東的發展 齁 所以這 照說這不管頂頭 是什麼人在接不接 應該都要來支持 不會啦 也齁 請館長用心啦 真的館長你在做齁 我們的佩設 真的都很難 齁 齁你看你做到這樣 我們台東的經濟也好 齁 齁 啊不如這個房地產齁 也會越來越廣 齁 親菜齁 一間住就都吃千萬 啊 加上我們 管夫也有提供這個 什麼新的住宅啦 國民住宅啦齁 去一家國民住宅齁齁 希望我們這個國民住宅齁 我們也可以 看這個家庭 可以把他放下一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家庭比較廣調齁齁 對我們 一般的選民 一般的八歲 共親齁 買一間住宅齁 我真的比較不簡單 巴筆 不簡單 vice 為我們這個 國民住宅齁awl心服住宅齁 OUR 河以住宅齁 我們繼續她對廣棚 大家好 各位安伯,我們的這個幸福住宅 會一期我們推動三百貨 結果來定期的差不多兩千七百人 兩千七百貨 兩千來定期啦 以後他就要送市民的飼料來深測 因為我們來看他的飼料有效果 我們這不是競賽都可以來的 我們競賽都可以來的 我們競賽都可以來問這種建設所 好,處頂 我們的飼料訂了真的比外面的行情 當然比較多 因為我們不是這麼有身份 有比較多 有比較多,所以很多人有幸福 當然很多人有幸福 因為你新的嘛 是啊,飼料又比較多 所以這是主要的原因 麻煩館長,我們也把館長建議 我們台東的低收入現在蓋了 那以後也有很多老人要長期照顧 我們要競賽來跟中施 在這裡請館長建 我們來努力 我們的團隊來努力 好,這樣好不好 好,繼續 打招 那種的也是 我們議會願願願願願願願的五千金的館長 館長你請坐 謝謝館長 謝謝 謝謝 我處長你請坐,還沒有輪到你 我是那個觀光處 江處長 觀光旅遊處江處長 你很早 請問那種的 我請不處長 我們現在民宿管理辦法 你們是福島的比較多還是處地比較多 我們是都以福島為主啦 我也希望是來福島啦 不過為貴的情況目前就是 如果有很多是民眾來檢基的 檢基的我們就一定要去擠查啦 當然,你是說民眾檢基啦 所以我都可以接受啦 像你現在 你 我們現在檢基的 你差不多多少? 那你法官頭幾多少? 我們從今年開始啦 到四月我們的統計 我們去擠查六十幾斤啦 那現在為貴的差不多八斤啦 那如果八斤而已 幾斤到現在呢 我們是 從今年前一月到現在 八斤 因為我這個所謂到你國務的不太一樣 我們是政客的啦 我們是為貴是八斤 所以我們現在開市法庭 開一斤,另外七斤 你民宿法官你 你開你的金錢都差不多開了多少? 六萬以上 六萬以上到多少? 到三十萬以後 到三十萬嘛 六萬二、三十萬嘛 是 因為我這裡的主要啦 你這裡開不啦 八斤應該是十多斤啦 應該是連九年啦 哪有連九年就差不多十幾斤有啦 因為我在這裡齁 我處理計劃 這個民宿要經營真的不簡單啦 尤其我們現在 今年度啦 換這政黨啦 我們這個那種的觀光 齁 來台東的人越來越少啦 齁 他其實是這個路客的這個部分啦 齁 民宿業者一年賺 也賺不太多 齁 他一張給你開下去 一張齁 開下去 六萬至三十萬 有時候你開三十萬的時候對不對 這是他差不多 要獎金齁 齁 你如果一年的姻子 六家叔做六十萬啦 他靠掉啦 他賺的也沒有多少啦 差不多三十幾萬而已 我是希望齁齁 你們來改善啦 尤其是你們出席的方法啦 當然你剛才你說檢基的 但是齁 這個佩視 來跟我們申訴的 跟你說的不一樣 齁 齁 齁 你們的取締方式 我非常沒意我們 你們用這個釣魚的方式 釣導的方式 啊我好像在像一個 欺騙的方式 齁 你們這個積察人員 有個身體本身 自己照日的現場 去那種積茶 你明明知道民宿 民宿可以 我們差不多做五間嘛 他今天去 他 他說我要七間 要九間 要十一間 民宿業者為了要做行李 你把他的村口 他自己要住的地方 讓他牽出來 來讓你們這個積茶人人 他說我這裡有七間 有九間 來做你 你像這樣來抓他幾日不能夠合理 因為 民宿管理辦法 他的營業就是他可以五間 我知道五間 不過他為了要多賺取那兩間那三間 那像這樣感不通 因為 你們整間就是五間 所以你若是營業的橋位 因為民宿的 當初民宿就是說我家自己住 我家自己住 我家有房間才做 因為他本身有兩間 幾間要做成口 你們這個積茶人員 用釣魚的方式 我是認為釣魚的方式 它不適當 如果是這個時候我們來檢討一下 這本來要檢討 因為 民宿業者不是你們 旅行的提款機 不是我們本身有提款機 那時候我感覺 對民宿業者非常不公平 你要 你要擠茶 我們政黨的方法去擠茶 人家減低 有問題我們要擠茶 你不要用這個交掃 我感覺不正常 我來了解一下 你提供民宿業者的心情 你提供民宿業者的心情 再來 我們現在路客 一直一直檢討 檢討下來 開始來查我們路客 來台東 差不多有五十 沒有錯 我們的路客 其實調查到三個 我們的路客人數 沒有減少 來台東嗎 對 因為我們是衛警察局 那些主要 他們會申報 路客人數沒有減少 團數是減少 可是人數是沒有減少 台東是沒有減少的 自由行的 沒有減 團團有減 團有減 沒有減少 對 應該是有減少 因為我們的主要 為警察 叫那些提供出來 就是沒有減少 這 這 對 我們是跟三個 統計的 我是說 這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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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 五個六個七個 執政黨 他們這裡 不知道我們不知道 這是中央的關係 這跟我們旅遊時 沒什麼關係 我實在是希望 我們可以 齁 持續 我們民主業者 我們旅遊時 共體時間 看我們旅遊時 我們可以加班 多少錢 還有一些國旅的 可以來台東 台東本地就是 招館 共體時間 對 因為這是 那種的 政治因素 來 參加一些問題 補議員 這個部分 其實 從幾年開始 官長就想到 今年的 官公 要怎麼 除了路客 以外 我們應該拓展 其他的市場 所以今年開始 我們都陸陸續續 會在東南亞主要的國家 像 香港 澳門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日本 今年都是開拓市場的重點 所以說 除了路客以外 我們也要開發其他的 最主要的市場 所以今年 我們也從這個目標的 幾個重要的旅展 我們都會去參加 當然啦 對 要吸引更多的遊客 如果主題 你落力啦 好嗎 我們來問 我們這個 美麗灣 美麗灣剛才 這個 要 我請教 我們 副館長 這個美麗灣 我們 從93年 我們就 這個海水運場 精修得來 要 我們到美麗灣 到現在 也一定 去到10月了 今年3月 我們這個 隔壁灣一定 訂任了 對 以後這個 美麗灣 他何去何從 他要怎麼處理 基本上 第一點 要尊重 美麗灣公司 他的態度 因為 他現在 第七次的反評 這 我們 是 拜書訂任 啊 但是 他也可以 啟動 第八次 反評 賣不 這要看美麗灣 他現在 他剛才啟動 第八次 第九次 第十道 這就是這個問題 他現在 如果重新啟動 這一些 環保團體 他 他們是不是 還繼續 幫你告 幫你訴訟 幫你阻擋 這是很可憐的 很可憐 所以 他們就要去評估 我這樣做下去 以後 對他來說 可以繼續經驗 這是要去評估 我現在的煩惱 是說 這美麗灣 剛才像這個 那種 文化爐這樣 我們 政府 還給錢 來背上這個 美麗灣 我們以後 因為 文化爐的事 我們政府 用他的地位 用心 中央 來 蒸出這個錢 跟這個 文化爐的問題 同樣的事 我怕我生 所以我在這裡 比較 清靠 和副管長 這 都 要考慮 你 無關是 仲裁 訴訟 或是 人和萬因 跟美麗灣 建築 帶回來 都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環評 我們有辦法解決環評 我們現在是 繼續拖就對了 現在 沒有確定的答案 沒有確定的答案 現在沒有確定 在我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 美麗灣 那是說 過期的 收織的 到現在 我的感覺 我覺得這美麗灣 真的是一個 美麗的錯誤 本來是 想做得好 拖現在 其實說拖 也不是說 真的拖 之前 是 美麗灣公司 要做得更好 所以 他邀請 國際的團隊 來看美麗灣 看說 哇 這世界一流 世界一流 就要做最好的 所以他就要 可以擴充 擴充 擴充就要環評 環評問題就出來了 沒關係 我希望 把事情處理得好 因為我怕說 影響到我們 政府的財政 我們 請看 注意一下 是 你請坐 好 放心 欸 這就是某處長 我幫你改勁 你還沒開始 就說要自身我 沒有啦 我是要 先到這個 幸福住宅 我們幸福住宅 我們現在分做幾個 幸福住宅 是 我們現在不是A型 B型 C型 對 你A型的30坪 A型的25 C型的20坪 是 你覺得這個價錢給 剛才我們 剛才我們 剛才我們說 我們的價錢 我們的價錢 就像經過成本 我們顧起來1坪 1坪 1坪差不多8萬 所以帶 土地的成本 超級 所以我給你聽 你們蓋在空洞 這邊 一邊 我放起來 差不多 十一萬五 差不多 差不多 你如果想 我們市區地點 也好 一邊也差不多 十萬而已 這就是 我們現在 我們就是 我們建的成本 因為我們那是 建的成本比較高 我們那是電梯住宅 是啦 我們每個都 國務電梯都有 現在國務電梯都沒有電梯了 現在國務電梯都沒有電梯了 你現在說 市區的部門 是居住宅 居住宅的低點 好啊 我以為說 比較建議館廳 我們的價錢 我可以比較多一點 當然這是 我們 政府的政策 我這裡是建議 11人 11人 其實 比較有一點 有一些 我們的民眾 有在跟我說 我是 因為 我們這就是 我們一定是一顆失腿 對 議員 現在是這樣 我們如果 結帳又一樣 要是 管政府要便利算來補貼 喔 這樣喔 是啊 你說 這家要賣 賣人 就要大家 大家要補貼 現在我喜歡這樣 不符合公平的原則 剛才管政府也有報告 有很多人去頂級 要挑 是 我挑到啦 他挑到啦 他也要照顧 我們還有什麼 客套收拾 還是怎樣 他說 我挑到 我沒有 那就好補 好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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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目前大概是有 有 前一位 前一位 來賣人 我最想 沿過大概是 一千空七十個 空十個 差不多時間 到八月底 這個名單會出來 出來 我們大概是 在十月 我們幾個案 我們就會去 進行 發報的工作 沒關係 這是建議啦 對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就是烈失費啦 烈失費 烈失費 我們政府才有多少錢 我就 特別要八歲 有多少錢 議員 如果是說我們 推出來 這個介紹人 都賣賣出去 我們就來考慮 現在是 做很多人不必 我是建議 八歲 有的反應 可能是 一部份的人 一部份 都有興趣 反那麼多 謝謝 我繼續請到處長 上一次 我們這個 永樂排水的報紋 你做得非常好 不過你做的 上次是做我們 的油 中油的 也是一樣 它涼化 還有工具 對 我們的基礎 水稿的基礎 要加強 我希望 我們處長 繼續努力 好 這個報紋 我們在 後期的水洗濕的 工具我們還要來處理 麻煩處長 另外 我上一段 有到你去 這個 台風地區 在這個 風營路 也會有的路 隔壁不是 廟宙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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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跟 弘宗愷議員 我們三個做的議員 是 那條不是說 打通告電話 對 那條路 我跟議員 那條路主要是 風榮國小的進出道路 回去 風榮國小的大門口 路 都不太 不太完整 我也希望這條路來開 因為我們這個 生活圈道路系統 都是配合 氣候所來提報 提報 是不是我們會來 連絡氣候所 做的來提報 生活圈道路系統 對 另外一條議員 剛認這條民航路 不是說要貪圖到那種 風榮球 對 這個部分 因為那個 配合款 在 我剛才報告 生活圈道路系統 在 地方的配合款 的部份 是 館和鄉頓都 各負擔 全部都可以配合款 各負擔 二分之一 因為 總共要 要到兩億 幾億 希望 像 我們 管理家 繼續路領 這兩條路 打通告 對台風地區 對空路地區 可以路地區 交通 輸流量 會比較好 對 他們家 這兩條地方 要帶動 帶動這個環境 也很快 希望 處長努力 這條路 我們還跟市公所 來學點 這條路 我也要很輕盈 你 建設處 裡面 團體的技術 人員 非常努力 尤其我這次 請你做 路面 路面 人孔改 是 你也做得非常好 它還有一部分 它不做好事 希望 處長努力 好 好 我們來教授 處長努力 謝謝 我們警察局 局長 王局長 你好 局長 你來台東 一定有 一年多 一年多 非常努力 非常輕盈 其實你來的 我們台東 犯罪率 有限 破案率 真的提高 真的用心 這個 我們這個 盡力不足 到現在就是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 你自己保持 你拿那麼多 現在 我們台東 小孩 在外地 服務 很想到來台東 這有什麼辦法 我們到來台東 目前 我們警政署 大概在下隔夜 也有一批統調的 另外就是說 對於原住民來 特別照顧 將來 如果說我們這邊 台東鄉親 原住民的部分 也一比一的方式 會進到我們台東來 警政署目前的一個 沒有 我是希望 局長的努力 是 我們台東 你們要到來台東 我們盡量來祝福 讓他們到來台東 好 這點我請的 局長的努力 謝謝議員 另外一點 我們台東 酒駕 我們是非常非常嚴重 酒駕 目前 我們在這個 全盤刑案數 也當 佔百分之四十幾左右 尾聲 利用這個時間 讓你做個酒駕的選擇 好 是 酒駕先導 我是希望 你可以讓 佩生 了解 怎麼會叫公共危險稅 公共危險稅 公共危險稅是 0.25 這個我來說明一下 目前我們在 起立酒駕 過去是 在0.55毫克以上 酒測至於來 0.55毫克是 公共危險 那已經修法了 修法就是說 以前是 兩年以下 有旅行改了 一年以下 現在改了兩年以下 那我們一般來講 0.15 到0.25 之間 是屬於交通違規 不必送到 地方法院檢查 你也0.15 以下 0.15 以下 就以欠導為主 欠開還 對 然後0.15 1617 我們有誤差值 叫0.02 的誤差值 我們以欠導為主 如果說以0.18 以上 到0.25 之間的話 就屬於我們 你只要0.25 0.25當然 一送法辦 含0.25 就是出案公共危險最險 你出案公共危險最險 你如果第一次抓到 是三法院 對 那第二次 第二次來講 當然也要送法院 送地檢署 如果說超過0.25毫克 他有沒有加重刑責 但是他的刑責就有差 因為他是五年以下 所以說 他如果說五年以內 第二次再犯的話 最高法就是9萬塊 一萬五到九萬塊 然後如果說五年以內 就是說他第二次再犯 公公危險罪的話 第三次呢 第三次抓到 也是一樣 就是累犯 累犯 累犯 累犯就是最高 那個 會怪責 看有些事 復不起可能就要一五勞役 或是行者不問 他是規定 有一個在 抓到三四 一定要 扶勞役 入監執行 是 他破了應該是都破了 三四五月 五年裡面幾年 他是兩年以下有復刑 都差不多破了 三四五月 五年裡面抓到 他不會讓你一顆罰金 有些 大概 罰金罰不出來 就是要一五勞役 我現在還請教 特長 家屬如果說今天開燒車 你是 職業客車的牌 這樣沒有影響 開小客車 酒駕被抓到 當然就是你駕駛 交通工具 不分大小 會不會影響他職業車的 職業駕照 職業駕照 當然也是一樣 是大客車 就是屬於 如果他有造勢 當然也無過失 如果說單純的 還是依照公文險罪的 檢測值 來做分別遺送 那隊 你來查看 我也要 我以前是 以前那個局長 你來查看 我也要 我在這裡 是 感覺 我們本地 開車就不可以喝酒 喝酒就不可以開車 這都不夠勞 但是 我是希望 絕對 你多多先導 讓民眾知道 喝酒的肥安性 它的儲害性 老實說 預防勝利治療 可是 你如果在這裡 你有的先導 總比你在取地好 我們會來落實 這個先導部分 來加強 希望 極頂 努力一下 這個先導的部分 不然 我們台東喝酒的 真的非常多 你來抓廟 每天要抓廟 要抓20條 有嗎 我想我們再從 根本做起 就是從餐延內 這個部分來著手 加強來宣導 另外一點 我們 一些基層警員 他們的心聲 他們 出秦 外面 出秦 出秦 他們有些稀稀的配備 比如說 碳道針 或錄音筆 是我們公開去 買 法庭買到的東西 不太好 還是怎樣 他都會輸贏 都自己去買 在我們 上一基 我們就 調查 如果說 新進同仁 還沒有配發 這個所謂 車路筆 那我們 都統一由我們 霍琴柯來買採購 那有些同仁說 基於這個 因使用的習慣 還是我們的品質 壞 他們可能要更好的設備 有一些是 顯示器 它有monitor 就是有顯示的螢幕 那個可能就比較貴一點 那一般來講 我們側錄之後 我們回到我們的拍手 再做我們的顯示器 做放大 我是希望說 我們的品質都很好 不要讓他們 基層警員 對不對 自己自套腰包 自己去買 他們自己的錢 這樣也沒說得很好 是 我們會隨時來注意 另外一點 對不對 我們這個台東飛車 這個 汽車 汽車的失竊率 好像比較高 那邊頭這裡 一般來講 我們在統計 火車站附近 大概是我們台東司機 比較容易失竊的區塊 那方面 我們希望 我們加強巡邏 有 我們都有規劃 我們會 抗給 是 我們會加強 失竊的工作 駕長 你這麼多 謝謝議員 謝謝 我們會先講 非常 張機長 你好 早 駕長早 你好 駕長早 駕長早 我們以前以前 議長 下來 你對台東 我們的醫療資源 你的感規 你的看法是怎樣 是 人家感規模擬起來 我們真的是繼續不足 繼續不足 對 因為我們台東 台東人 一般我們台東 包括台東司 好 對這個醫療 真的 沒有什麼信心 普遍 你 少爬 都在台東 如果大爬 要重大 重大疾病 一定都要送 多管治 這個部分 我們真的 沒辦法 在台東的部分 要醫療 比較重大疾病 不過議員 其實 有改善很多 我坦白說 二十幾年來 改變很多 因為 尤其是 醫療大樓蓋起來之後 之前 應該管治理事證報告就有說 就是 轉出去的人 就說 需要轉出去的 減少更多 就是說 集中症大樓蓋起來之後 家裡也有政家 年後 最近 第二新導管事要成立 本來是一個新導管而已 現在有第二新導管事 所以還有心臟各家務病房 還有神經外科的家務病房 真的 大樓蓋起來之後 重症裝備 重逼 多很多 人 不過 我怎麼說 人這部比較困難 因為 要叫人 要留在台東 必須要有很多誘因 不是只有錢而已 就是說 要讓他們的孩子 去教育 有種種可以配合 我建議 我們台東 農民醫院 馬居醫院 屬東醫院 東基 聖母醫院 我希望你們可以做一個 橫向整合的時候 這個病的醫師 可以保障治療 可以保障治療 甚至說你用你的領域 聖母醫院 聖母醫院 社會的 北國的 比較寬敗的醫師 我們這裡有重大疾病 用得對 可以來我們台東 這裡看病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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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也要去 然後時間去 現在整個是都有 現在我們台東 這幾間病院裡面 互相治療 其實管理都很好 不過 每一間病院 他們的 背景和他們的 人物都不一樣 聖母醫院 他們也要照顧台北 因為他們的專業啊 對 他們要照顧台北 他們也是他們的 支援 特歸我們衛生局 你來做一個 橫向整合 是 台東的醫療 真的非常嚴重 我比如我親身體驗 是是是 我在台東這裡 我 習慣性 偷舊 我本來看的時候 啊 這燒 太順了 這一個小孩就好了 沒關係 你知道我開了 這手在這裡放兩股位 我放兩股位 兩股位之後放下來 那股票也倒下來了 你心裡 我對台東的醫療比較有心心 人家 高雄啊 我不要說 對方便便宜啊 人家說 你這桌一桌開的啊 我抱歉說 人家要照顧台東的醫療 你想這樣 這樣好 我去高雄 整桌 第二次 OK 第一次 排兩股位 排會落下來 真的放鬆 我自己真的心裡比較痠 我們台東的醫療真的要加強 是 齁 希望 就憑努力了 齁 是 為我們台東齁 八歲齁 情出一些這個 我們的福祉齁齁齁 齁齁 他們在看病 齁 齁 比較方便 不要這樣 我們台東 主席 台東 中間 台東 那種台北這種 希望我們的主委 可以更多 一個更專業的醫師 可以來台東 局長 局長 局長應該沒有什麼意見吧 意見是很好 不過要做自己的 也是要 努力啦 努力啦 我請ании裏長齁齁 好 算是 會跟我們 報告是兩間嘛 現在應該差不多要10間了 你現在可以有家庭 很有家庭 本來那些農民 在跟 跟孫師說 農業家要蓋一個農事 做家有9萬 都新穿有9萬 現在可以有家庭 家庭有家庭 現在本來是45到60天 現在開始蓋28天 我們差不多2個禮拜 生長一次 我算了一年最多 差不多一兩百天而已 所以應該我那天也跟董事說 這樣算了 我們這次生長不超過10天 所以應該我們農民的 服務會比較快 當然過去 因為我們今年算是有超速度 算是一月到八月 八個月 1200幾乘 我們尊了180幾乘 所以那時候要蓋的人 差不多都蓋出來 這段時間 你可以改善就好了 改善就好了 改善就好了 因為這 農舍這是 我們一般農民 他去一間農舍 這是他們的管理 當然我們這些造業 有速度加強 當然OK 另外請告訴你 我們台東這個農舍兵 包括米 石棘 鳳梧 我們有很多水果 你都要怎麼提交 目前米 大概一般來講 米大概是 算是頂上 他本身 目前是台灣的米界最頂上 頂上 頂上也差不多差不多 差差一點點而已 目前我們台東的 全性 現在如果你在掛電話 繼續管的就是 關山地銷 包括台東這邊 雖然差一點 但是價錢也比較管 我希望 我們這個行銷管道 我們繼續把行銷 可能現在 有問題 就是說 一些 算剛才說的米 一般都知道 剛才你現在 有人 有你歡迎 就是說 石棘 因為 我們現在大目四家 到後四家 就是台中政策的問題 對 對 就有意義 對 我們現在說 現在你如果 那些市場買外銷台 就可能會比較少吧 目前這三個月是沒有 這三個月到八個月 之前都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可能到八個月 貿易商 就開始要經過這個問題 好啦 在這裡經濟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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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台東老人有多少人 現在台東的人口比例多少? 我們老人現在大概三萬兩千多人 三萬兩千多人 比例超過百分之十四 我們台東人口一定老人化 我希望我們可以照顧這些老人 你不關心這種老人像雖然 新租入府 希望你 我們要改關心 因為現在台東的老人化非常嚴重 因為時間不夠了 時間這時候就請到那種超市長 醫生感謝大衛主席 謝謝議員 感謝館長 醫生說的啊,沒關係啊 還有你說啦 你還要說十分鐘,你說到四十分鐘 好,謝謝,謝謝周朝三、周醫院 我們接下來請招之外、周醫院 總之請時間四十分鐘 這麼長喔 現場 主席 現場 各位 局處所長 大家早上好 先講一點古時候的事 那個 農業術 聶長 好 最近最熱門的是 南以的海岸 是 這件事件 是 我們去 然後你的部署長也有到場 是 當時我們有一個聯合的決議 是 第一個 就是 六 我們還是堅持這個 三海嶺跟六海嶺 是 問題是 你要如何的落實 你要如何執行 第二個 那個 摩托車協會 他後續還有兩期 當時 附座 同意我們 就不再同意了 那麼 處長 你這邊 再做一次宣示 好不好 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安心 報告一言 後續的水上的協會那個我們後面六次已經撤銷了嘛 我們就是要他以後每一次要申請的話 要寫明很清楚內容很清楚再做審查 最近也有人要做其他的申請的 我們都要他 這次有人申請要到綠島 我們也要綠島儀會表示意見 我們將來做這種事情的話 也會跟相公所 請相公所先表示意見 主長 這是第一個 這是事實 以後 憲府認為 好的 或者是你認為不錯的一案 其實還是需要 地方 也就是相鎮他們的 感覺 他們的看法 希望耳後 憲府所有的事物 我們覺得 做這樣的一個調整會好很多 是 好不好 是 另外你要好好的做解釋 我們不是禁止他們來 而是三月到七月 是他們的傳統記憶 他們非常重視不需要被打擾的這件事 如果我們還是不在乎 不重視 難以這樣的文化 我相信他們對我們會有很多的反感 是不是這樣 是 好主長請坐 局長警察局 憲昭 王光路的事件 知道嗎你認識他嗎 我不認識但是報章都經常看到 王光路先生 他是我們海端的鄉親 是啊 也因為這個事件 所以 政府最近 在有關於狩獵的部分 犯狂很多 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正面的一個發展 因為 原住民的這些傳統的文化 受狩獵文化 都非常的肯定 我們這個案也是我們提案的 我們由警察局 所以說我們在跟鄭天才委員 我們召開一個傳統的一個 說內文化這個 這個部分我們都有參與 我們也清楚 當然也謝謝你們能夠配合 我們只是希望在未來執法的過程裡面 嚴謹的拿捏是不是可以 更接近 族群裡面的互動才對 我要是這個宣示 申請這個設計 或其他的 現在已經不僅僅限那裡了 最近最新的法令他規定了 我知道 那個就是說在三年以上的 三年以下的 我們這個 原住民擁有的列腔部分 我們會盡量朝向這個 不是盡量的 法令有了 就你要去試用 等三路通過 但目前我們 就等待那個通過之後 我們會來 照這個規定來執行 謝謝 最近 最近 我們偉大的 行政院長 對撤銷這個撤告 有關於太陽花事件的這些 學生的問題 在我的認知裡面事實上毀損 五入公署 都是公署罪啊 他是怎麼樣的理由來去做撤稿 他可以嗎 這樣子會不會影響到 未來我們所有警察同仁 在執行上的士氣 或者是拿捏的分寸 更不好去做處理 您個人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個人看法我們還是 公務人員就是 依法行政 我們 公權力也要撼銳 那我想這一部分來講 我們新的院長上任之後 對這個 太陽花協議的一個案件 是歸到 政治事件 當然我們 很多基準同仁 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想我們還是秉持 依法行政 行政中立的原則 任何如果說有暴力性的行為 警察是責務旁貸 要來維護 所以就至於那個太陽花協議 公佔立法案的副文 既然我們 最高行政所長 有這種先事 那我想 我們在做 這個地方的 公務人員 打個假設 有一天突然有一群人 也按照同樣的模式 共進了現場 是你怎麼處理 如果我是現場指揮官 或是說 我們在負責的 他說 警察暴力 國家暴力 不是 如果說我一定是維護 機關駐地的安全 維護 如果這樣的話 就 確實是我們會支持 畢竟 是非 在人辛老 法律 確實是有這樣的規範 應當是去遵守它 既然你違反了 我們覺得 還是要依法來論 他的行者才對 不然這個世界就亂逃 這是我們覺得 從心裡面 需要支持 警察同仁的地方 另外 最近 這個規矩 大五分局 確實是不錯啦 局長都給他們鼓勵 是是 我們會 積極的鼓勵 請局長請坐 謝謝 最近 報章雜誌登了很大 說 新政府要對原住民的 這個轉型正義 做一個非常 這個重大的宣誓 從 這個要請教縣長 不好意思啊縣長 從城局啊 保留地的這個授權 受政了 到鄭文燦宣誓 原住民的防護土地 其實是轉型正義 在台東 是最多 最多這種情形的 也沒有人看中 縣長說從以前的努力 覺得很可惜 縣長也應該做一點宣誓吧 我們 其實那天 高雄市的那個 那個 原住民的那個 土地的權利啊 那個回復的啊 還有發放這個 權狀的 大媒體 做得很大 其實我們 這六年來 已經發了 三 三百多筆 因為土地面積恐怕都超過100公頃以上 我們其實做得最多 我們就 這個我們相信啦 其實一直在做 所以 我覺得 只要是 您剛剛講的 政府的 其實 這樣的法令一直都在 那我們就很認真地去推動執行 就是這樣 對啊 重點在這裡 我們認真地在推動在執行 也比不像人家上一次電視 做得這麼大 那是台灣現在媒體的生態是這樣 不是今天才有的 這個一直都有 是啊 我一般面對 台東縣政府暴區啦 另外面我們還是要建議 縣長這裡 對既有的保留地 我們還是要持續給他關注 幫他保護 畢竟 他是具有正單性的 要讓給原住民更多的生活空間 改善他的經濟能力 我覺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我們除了既有的保留地 我們在真化邊這個上面 其實也都推動的蠻好的 是 包括 我在這裡 應該是兩三年前 就已經很明確的講 這個真化邊 或者保留地 即便是牽涉到現有地 即便是牽涉到現有地 我們也支持 那當然 好 先導請坐 謝謝 我要問的是吳處長 處長 傳統上來說 說啊 原住民一直沒有土地私有的概念 一直到 日本政府來了以後 告訴我們 土地是私有 不屬於你的 那就是屬於政府的 過去 我們一大片的土地 就這樣流失了 現在用很多的方式 像剛剛縣長在講的真話邊也好 但是畢竟恍不濟急 如果真的能夠透過轉型正義 把傳統領域一樣的歸給人民會來處理 事實上它不需要放領嘛 就是屬於原住民的 這樣子跟國家對話 我們的傳統領域也不需要開發 但是我們要的是 權利金才對 我們把商林顧好 富裕好 這樣子跟國家來去做對話 它付我們一筆管理費 保管費都可以 這樣才能夠把這樣的基金 拿來當作我們自製的基金嘛 不是嗎 是 所長 你的看法呢 跟一個報告 其實在他們談的那個轉型正義 應該最主要就是我們的傳統領域土地 應該是要現在談的轉型正義 應該是首先就是針對我們傳統領域的土地 來去做轉型正義 因為在目前傳統領域土地包括海域 其實都還沒有一個法律的規定 所以說就算是說那個我們傳統領域土地 圓民會有公告 可是它並不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的概念 所以還沒有辦法是說依這個依循 這不清楚啦 我們只是說我們應該要努力的方向 是不是這樣會比較好 我們只認為包括真話邊喔 除非它已經是屬於個人在使用 就算大面積的改配 我們要建議圓民處也建議這個圓民會 不要再做這個大面積改配的工作 當土地一私有化以後 其實是對原住民的傳統的領域流失的開始 我一直認為如果用過去的那一種方式 屬於整體部落 它的使用的經濟或者是 或者可以用信託的方式去做討論 它實質的收益回歸在部落 總比各個要靠個人的能耐 去處理你自己生活要好太多了 是 我記得紐西蘭好像是這樣 紐西蘭其實在最近原民會在那個 土海法還在 因為還在立法院嘛 可能一時之間可能和定的那個時間會很晚 他們現在有在規劃一個叫那個 就是叫傳統領域及部落周邊一定土地的化設 他們有設這個辦法 最近已經立法院 不是原民會已經在做討論 就是在做土海法之前還沒有核定之前 就可能會先做這樣的一個辦法來去針對 我的想法一直是這樣 因為你要一直透過設定法令 確實是會比較 時間要花的比較容長 比較不容易 可是以現有的這個法令裡面 還是有很多可以配合到的地方 我們希望原民處跟原民會再溝通看看 想想還有哪些法令 可以現階段就可以凍結 不要再把大面積的這個土地再做改配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那個諮商取得原民同意的參與辦法 其實從裡面也可以在這裡面做參考 OK好謝謝 你了解我的明白 請坐 我來補充一下 我覺得你的看法很好 我們對原住民傳統領域這個土地的管理也好 關心也好 我覺得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目的 第一個就是怎麼樣讓那個土地 能夠被永續來經營 然後做有效的利用 另外第二點 就是要給原住民同胞更好的生活 不是這樣嗎 就是這兩點 那假如這個剛剛講的這個遊戲規則不清楚 你知道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只要聽到是原住民傳統領域 大家就搖手了 好那就不要碰他 因為不敢碰 等一下又很麻煩 哇這個要 什麼部落要同意啊 然後 這個整個過程當中就 就可能會遭遇很多個困難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哇這遊戲規則不清楚 到底怎麼一回事 退出了 結果是怎麼樣 即便我們固住了這一大片的傳統領域 結果土地是荒芜的 是沒有人去有效的經營利用的 然後流落在外的原住民 還是一樣在外面 他沒有辦法 因為這裡是傳統領域 他變成有機會回來 就說好好的我在這邊創業就業 我因為這片土地的經營 我可以生活好起來 都沒有辦法達到我們剛剛講的 兩個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假如遊戲規則清楚了 看看是您剛剛講的權利金也好啊 或者是 如果是有政府或者企業要進來的時候 怎麼樣的一個回饋的機制也好 怎麼樣 我覺得結果這個把它定清楚 對大家都是好的 好謝謝縣長 這是當然的也應該的 我們也希望大家來努力看看 怎麼樣子去尋求一個最好的方案 一方面透過部落的同意 一方面透過政府的力量 雙方一起來追動 我想應該可以達成我們要的目標 現在請坐 謝謝 教育處 劉處長 依照國中小學的這個教旨編制準則 每班規定可以有兩位教師嘛 這個是國中 我小是1.65 這樣好 那更正 我揚柔操錯了 重點來了 這六年以來 小學一直不斷的在減班 是不是 在未來六年 國中 我相信 剛好成階 減班的速度也差不多 以105學年度來講 我們國小減29班 國中減17班 所以當國小減多少 就像議員講的 國中就是會銜接上去 問題在這裡 他既然規定說 每一個班級 可以編兩位教師 你先 然後 九班以上 又可以再增一個 是不是這樣 是 依照國民教育法的規定 國中的部分是這樣子 如果像這樣的話 目前有幾所學 國中 沒有達到這個編制的員 各位報告 大概的 國中處 應該有將近10所學校 是嗎 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受教權 是我們的基本權利 當教師人數不夠 他又要忙於其他的行政事務 什麼時候我們把口號 還給老師 還給學生的口號 可以弱使到 是 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正在射算 在射算 三班的 六班 九班 還有十二班以上的國中 目前 就是 美酒班 曾治元和這個部分 到底還差多少 那因為我們現在也發現 國中教師的超終點的結束 一週高達一千四百多結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同時一併的去看 經費上的一個考量 然後 階段性 他為什麼會超終點 你教師不夠嘛 他只好不斷的上 國中超終點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現象 那我們這裡目前的超終點是 是有異常的 如果是正常就不叫超終點 不是嗎 跟議員報告 不能把不正常的事情 以為久了 他就是正常化 這個我絕對不會這樣子想 那我一定會考量到學生的基本權益 另外有關特殊班幾個 一個班不是都要編三個人 國中的部分是三 我小是二 是啊 你目前的狀態呢 國中還沒有到位 議員是專家 我不敢欺騙你 趕快想個方法怎麼處理 好不好 有 我們有在跟特幼科科長一起在研議 既然 既然生根教育 是我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策略 這個部分我相信縣長會支持你 財組單位也應該想想看 怎麼處理這個困境 盧處長 議員好 議員報告 依照教育經費原理管理法 縣的教育經費負擔只有23%而已 縣已經到30%以上了 所以對台中線來講 教育經費的負擔是真的很重 那就我一個財政主管 我必須這樣講 我們當然是教育 可是也必須顧到這些成本 當初那一些會賬編班 當然有很多歷史的 因為我想在這邊也不便說明 不過我想縣長包含 我們社會單位對教育支持的 不過也必須顧慮到我們縣的負擔 議員你常常罷了 我說我們縣 以人才為本 這是縣長說的 沒有好的人才 沒有好的交易 怎麼會有好人才 我們怎麼可以讓台中線 給我交易經費部分 人事費的部分就不夠了私益 每天負債去是增加 是就是說 術很抱歉 沒有辦法支援就對了 對縣的財政來講 真的很困難 而且每天就操支了三四億了 真的很辛苦了 當然我知道一眼的 說得都有道理我會贊成 結果私人的感覺我都贊成 可是就財政官員來講 真的很困難 所以我 而且今年 因為困難 像你這麼優秀的人才 現場才招攬你去做 方法把縣內的這個財務 做充分的發揮 我們今年 給教育經會的部分 就是比往年都超過億 所以縣對教育經會的支持 真的是 如果要增加這些員工 要多開支多少 增加到一眼所指的 通通科到標準 我的估計大概差不多 他要在最起碼增加 每一年 一億 一億 對 最少 對你來說 沒什麼大問題 大問題 很大的問題 請坐 兩位請坐 兩位請坐 其實把這個問題拿出來討論 就是因為縣長非常重視教育 我們覺得苦不能苦小 孩子 不知道誰說的 知理明言 當然更好的是 我們希望能夠把他們的受教權 充分的照顧到 這個才是政府存在的價值 不然有什麼意義 我們還是希望財主大會 能夠再重視一下 起碼不能全數達成 也能夠達到半數 或者是說逐年來調整 我們可以從其他的地方再調整 我覺得縣長這方面非常厲害 他是財經專家 他可以給你協助 不用啊 不用不用 喝口水 來 縣長 首先恭喜縣長以及縣府團隊 你們又纏聯這個五星級的 謝謝 這個施政 謝謝 陳副議長會說 我們也是五星級的議會 才會有五星級的 他從來沒有開口 害得我憋得很久 你看看五星級的議會啊 有啊 你那邊是五星級的飯店 不是啊 謝謝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啊 當台東的縣民 最近都很驕傲 到哪裡 都會有很多人 來羨慕我們 來羨慕我們 也支持我們的 整個座委 所以我很開心 我很認真的回去 看了各位的報告 我稍微做了一點功課 我們發現縣長最近的施政院警是 宜居台東 是嗎 還是舒服城市 總之是一樣的道理 是 OK 來第二張 我們要達成目標的策略 這個是我跟 魚助轉要的 這張圖 你看 有四個主要的策略 發展的方向 包括環境的永續 看一下我的 開秀的小超 教育生根 來國際化跟智慧化 從你的報告裡面 特別講了 我們要營造一個友善的環境 是吧 是 然後 永續的發展 這個裡面包含了 重視交通建設 現在都做得不錯 不管是連外的 從南回也好 到鐵路電企劃 到整個港口 機場 都做了一番的改善 我們也從農業 公共安全 治安 經濟發展的角度 去來追蹤我們所有的環境永續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面向 另外是 教育的聲音 我們剛才強調 教育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文化的保存 社福的弱勢 這個都在現場的這個 市政這個報告裡面 我們都看得到 那國際化的部分 我覺得跟世界交朋友 是很好的構思 但是 是不是還要再多推銷我們自己 我看到現場常常出國 帶著熱氣球 不非就是希望我們 確實是可以讓更多的人看到 讓台東的美好的一切 都讓他們能夠有機會清靜 無形當中也會讓我們整個經濟發展 受到貫注 我覺得這是都是正面的思維 縮短層箱差距是智慧化的結果 透過我們這個Wi-Fi 或者是無限寬頻 能夠持續推動到各鄉城市 尤其是比較偏鄉的地方 會跟台東是拉得更近 透過無限的管道 透過你們剛剛要推的 這個Wi-Fi的這個 學習列車啊 醫化列車 是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好 另外有關於衛生教育的部分 著墨也非常多 衛生醫療的部分 當然我們台東的醫療 因為先天環境的影響 優秀的人才大概比較不會來 他所接觸的案例很少 對他本質學能的精進度不夠 好的醫生來的機會就不帶 他未必是因為薪水 而是他需要學習的過程少很多 還有整個全家要整個頒簽 我看了這麼多 我還是要跟現場發表 台東是一個人口 越來越少的一個現份 我們在這個底下 要怎樣再增加更多的人口 就現場在這個部分 琢磨得比較少 我聽看看 醫院 人口的問題大概分成兩種 一個是自然的增減 那個就是少子化非常嚴重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遷入跟遷出 嗯 那就針對少子化的這個部分 我想一樣的 我們要給年輕人感覺到說 他願意去生小孩 那麼這個他經濟能不能穩定 他小孩將來的這個這個這個養育 那麼教育能不能給他一個是他很放心的 這樣的機制跟環境 這個都是我們持續在努力的 當然有些人告訴我們 也有議員在這邊建議 現場你的這個生育的這個補助 一胎只有五千塊錢 好的 我快沒有時間 好 我了解 我知道 那第二個 第二個是我其實我覺得我們可以 同時可以琢磨很多 就是吸引 是的 我們的年輕人返鄉 吸引外縣市 願意向往追逐到台東的人來 變成我們的新移民 然後從這個方面去充實我們的人口 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很不錯的成效了 對的 去年返鄉大概 在我們的武器超過一千 我覺得我們的困境在這裡 既然自己生不可以 來不及 往不及其 那麼怎麼樣吸引別人進來 是 是比較快速的 進來的人 都是來工作 有技術水平 我相信他如果能夠在這裡生根 對台東是友好 是 所以我們在持續 去年你推的繁榮家園 繁榮家園貸款也是這個想法 是是是是 這個這個幸福住宅 其實也有這樣的想法 我都知道啊 所以我說這個方向 我們再繼續努力 好 做得蠻好的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 因為你所有的事物 還是牽扯到財政的問題 沒錯 來 下一張 我們看到我們的縣長的報告 在財政的部分 我們的債務是逐年的增加 這不是 這不是壞事啦 重點是 當我們的財政吃重到 惡魚吃掉我們的話 其實是對我們的 這個縣政是有害的 其實這個壓力是非常大的 是啊 我們已經講 我們每年編完預算 大概缺口都十幾億 十五到二十億之間 那很大很大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 中央政府設算給我們的統籌分配 一般補助的這些 基本上就差那麼多 就差四幾億 剛剛講的 導師的部分就差四五億 沒關係 這個部分我們知道 它本身就有確定 也有結構上面的 是啊 所以 它已經是存在的事實 我們怎麼樣 盡量的用其他的方式來補償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開業間有的 我剛才聽到了 盧處長很厲害 這個財務槓桿 不只是只有擠在這個工具可以使用 最近你們的發動基金的應用 我覺得有需要再去做一些考量 我跟盧處長拿了這個 基本的資料 第一期啊 我們報了一百五十七件 是吧 處長 是啊 總共合組三十二件 三十二 是啊 第二期一百一十二件 三十三件 為什麼 我一直很納悶 中央既然給我們 要給我們 是不是 我們報的 我們這個 這個交換一件 是不是我們報的太零星了 或者是說 沒有按照現場你的架構 我們要做這個 這個 我剛講的 永續經營這個環境 環境永續 你包含了經濟發展 包含你的衛生 這個交通 事實上如果都以這樣的目標為主軸 你做了各個的這個分門別類的計畫 會比較整體性嘛 人家核准的機會應該就會比較大 不然這個核准率太低了 因為 我很快的說明一下 本來國發會告訴我們也是這樣 是啊 就是 包裝成一個大的東西 變我們就對了 不是 結果真正在審查的過程裡發現那個完全走不通 因為 你如果一個計畫 是跨部會 這裡面有交通部的 有衛福部的 有什麼消防署的 我跟你講 其中只要一個有意見 那個案子就卡住了 不是 那 所以我們都用學過案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你的計畫裡面有好幾項 交通部就是交通部啊 你不會把它混在一塊 而只是 用這些計畫共同支撐你的主要的策略 那是這樣沒有錯 可是在 我們的世界理念是這樣的 但是 爆計畫的時候還是要拆開來爆 不然的話 你一個計畫要面對好幾個部會 很容易通不過 我跟你講 我們都通過的案子跟金額都比花蓮還多 多到花蓮去抱怨 國發會說 當然我們給你拍拍手 但是問題不在這裡 我不是跟別人比 而是 為了你自己要達到你的這個 是 我們 你從我們爆的計畫量 你就知道我們的企圖心 我們不是不爆 我們是每一個局處都很認真的想要做事 所以趕快去提計畫 可是 不會要配合 另外我發現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 我們所有的局處是跟你的配合 他們能不能理解你的 你真正的政策 有越來越好 各鄉鎮跟你的搭配又是怎麼樣 鄉鎮就差一點點 是啊 所以我建議縣長說 他們來談一談聊一聊 我覺得 看得出來 你當鄉長兩個配合不錯啊 看得出來你的用心 可是我覺得 底下的跟不上 就變得 變得很擔保 好像做幾次來都在台東市 你所有的計畫三圈 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可以 你可以告訴我說那是持續效應 以後它可以擴散 但是如果各鄉鎮還是沒有辦法跟你配合 其實這是很大的問題 這個就想說 你要擴大你的政策決策的參與吧 不然他們怎麼辦 我發現我跟鄉鎮長們要花很多的時間 一一去跟他談理念溝通 真的是 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然後 然後可是談完了以後 他回去面對的是他的代表會 跟他的鄉民 所以這個東西在 整個 全縣的這樣的施政的理念 沒有辦法落實 貫徹到鄉鎮這個層級 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 是啊 很多的時候我會發現 怎麼是各做各的 你知道嗎 很多他們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從我的角度看 我會有不同的做法 那可是這也沒辦法 我們現在的制度就是這樣 這個制度你還是在最上位了 百里佛好大 不然他們來的時候都是要錢而已啊 偏偏錢就是我們最少的 但是我們 你可以告訴他 藥錢 藥錢也要配合你的施政裡面 錢財好藥 因為你可以把它含在 你跟發動基金藥的裡面嘛 你好像是在把你自己的經驗講出來 不是不是 我們下次那個 下次把鄉民黨聚集起來 你來做新的分享 我覺得是應該這樣 他們才會跟著被提升嘛 整個台中才會感覺上是一個整體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嚴肅的議題 我覺得應該真的是要 要怎麼樣尋求更多的理念上面的整合 跟施政上面的一貫性 我覺得這樣子對整體台中的 效益更容易被呈現出來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要談到下一點 因為我們的這個各鄉跟你的配合 事實上真的不夠 所以每次現展做施政報告做什麼的 都比較容易陷入我最近百分之幾的上氧論 我覺得這是蠻久的困境 真正要告訴他們的是 他們貼近的感受是什麼 很可惜 很多的施政的領袖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縣長或者是總統 他們對整體的發展方向有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的不夠管 你也不夠 會讓別人覺得 你講的都跟他們有一段距離 這樣的成果就非常可惜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施政的那個目標非常清楚 而且一直都在達到 因為我從來覺得台中最大最核心的問題就是經濟 在這一次的評比 我們經濟是全國第一名 就是說我們經濟的那個改善進步的那個幅度 所以那個我們真的一直有在朝著那個方向 評比第一名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民眾的感受 他的調查的基礎就是這樣 那其他項 該繼續去做的 您剛剛列舉出來的 國際化 怎麼樣變成智慧城市 這個是我們這一屆 我們這一任 接觸出來的新的目標 上一任的目標跟這任的目標 其實是有調整的 我們過去比較真的著重在怎麼樣 改善台中的貧困的問題 怎麼樣發展台中的經濟就業 我覺得這個上面我們看到很好的成效 可是接著下來 幸福城市不單純只是在追求量 或追求產值 幸福城市要讓環境怎麼樣更永續 居住起來很舒服 這個城市是友善的 然後是進步到文明進步的 這一些其實是我們這一屆 接觸出來的目標 我們也會持續把資源怎麼樣 更多的配置在這個上面 我們所有議會的同仁都有看到 也跟你有很好的互動 所以我們都基本上都是支持 縣長這方面的施政 我們只是還是要強調就是說 他們如果只有我們之間比較理解的話 這是很可惜的事 你的想法我們看到的 慢慢在做到慢慢在實行 可惜的是更偏遠的地方 感受不到 這個就可惜了 我看到那個余處長裡面 那抱的計畫 譬如說南迴縣的這個 這個單車道的持續的連結 一直還是沒有獲得青睞 這樣子在縣庫這麼困難的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積極的再一次的要得到 那整個南迴縣它的未來的發展 就受到很大的限制了 現在南迴縣只靠一個現場提示外的 金環小米計畫 這個非常好 整個南迴縣都在動起來 我覺得如果 圓民處能夠再加法徑把速度增快 其實是可以獲得很好的成效才對 是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在南迴還有另外一個很大很大的計畫 是在我們的文化處 我們準備辦一個全台灣 有史以來第一個 也是最大型的地景大地藝術 我們要花兩千多萬 把所有國內外優秀的藝術家 整個以南迴當一個基地 然後把這個大的藝術辦起來 那這個對南迴來講 我希望可以有一炮而紅這樣的帶動的效果 我們現在已經積極在籌劃這個 謝謝縣長 最後我們還是要再講一次 我們覺得這麼好的卓越的團隊 其實是台東人很好的希望 我們期待縣長能夠繼續的發揮你這方面的長載 不過我們還是要敬意 我們期待你的政策上的推動 可以跟各鄉鎮一起來去做整合 幫他們 我相信你會做的事半功倍 對他們來說也有好處 沒辦法就是擴大參與 讓更多的人才靠攏在你這裡 把你的縣政越推越好 這才是我們所想看到的台東縣 謝謝爺 所以我們還是要強調是 無論如何財政是樹木之母 那個誰教我的 助長 我覺得再怎麼樣 台東只有22萬的縣民 如果每一個人背負的債務 平均起來會太高 這個部分可能還是要請縣長再多思考看看 讓我們的整個財務結構會越來越好 更何況你是這方面的專家吧 是 你看喔 一個議會下來 很多議員都很容易從單點來要求我們 像今天講教育 有時候講消防設施要增加 衛生福利的設施要增加 工程要繼續做 社會福利要做 從一個單向來我們都覺得很有道理 對啊我們也希望這樣 但是我們面對的 當整個都看了 全面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每一個地方都有需求 每一個地方都有正當性 唯一的 我們的預算沒有增加 我們這幾年很努力 一開源結流已經有不錯的成績 這樣財政的管理已經是全國媒體的平底一直在前面 對台東大講已經很不容易了 那我們還要繼續做這麼多的事情 但是要有效管理我們的財政 管理我們的負債 這個是最大最大的挑戰 真的是很不容易 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那我們努力厚持民間的實力 但是在這個的同時 我們真的也要顧好自己的財政管理 所以這個有時候是很為難的地方 我們會繼續加油 這個我們真的非常肯定 現場的誠意 我想我們會持續的 一方面來支持你 一方面還是要監督你在各方面的財政的應用 好不好 謝謝 好張議員如果沒有誤了 禮拜四還可以再登記 禮拜四還可以自由登記 好謝謝我們張正輝張議員 謝謝各位 我們上半場的時間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我們十點四時在主持開會 好謝謝各位謝謝 好我們繼續開會 動作快一點 好我們接下來總執行的議員林秀信林議員 謝謝 慢慢來 謝謝大會主席 超水我已經準備好了 跟你叫我差不多 準備二十分鐘 差不多 不到二十分鐘了主席 你說要先準備二十分鐘啊 我剛剛準備差不多二十分鐘而已 包括二十分鐘就好了 是 沒關係啊十分鐘也可以啊 好不好 太短了啦 你只要提醒我我就叫你先休息一下 沒關係 好不好 好 現在要開始也是等一下再開始 現在 現在開始啊 好來 太連結束比較 好OK 隨便 第一個我要請教一下民政處 嚴處長 呵呵呵 我還有一個建議哈 譬如說議員的小神工程補助館以及活動會哈 那個核定的核定餘餘多少 還是剩餘多少 能不能通知議員會的議員各通知 只要能能能能掌控 不要一直一直讓開出去 好 我們我們我們會 OK 好 我們會配合來辦理 我通常都會都會做提醒了 我通常都會做提醒了 我通常都會做提醒 我是發通知給議員嘛 啊 你生意多少 不要議員都生意多少 我會後再跟議員 我們拜託到援助長在這個稍微處理一下 OK 好好 謝謝謝謝援助長 嗯 第二個啊 有跟警察局部分 進口 院長 警長 請看一下那照片 這個是峰谷別路哈 峰谷別路71號 這附近啊 有三家那個大型的那個倉庫 因為他要鑽些貨物啊 那大型卡車會 可以 占用整個馬路 影響人車的 人車經過 我想說請局長齁 瞭解一下 或是派演去擠屁 或是 去做疏擋 以維護人車的安全 警長這個可以辦到嗎 我想這個廢後齁 我們請交通隊 跟我們現地的派遣所同仁啊 到實力機會堪 如果說 確實在 時段上這個 稅後的話 我想我們 來互相的這個溝通啦 做到最完美的 因為峰谷別路的路口 差不多才五米的框啦 因為實在 如果是一個大殼車 占用整個車道 他那個人車就會 沒辦法通過 我們 因為附近的親民一直反應 所以早上他就提供這個照片給我 我們請那個 我請交通隊齁 來跟我們台東分級 還有我們當地的村理長啊 共同會堪 實際上那個人了解 確實卸貨的時段齁 我們來加以這個 做一個協助 好 謝謝記者長請坐 好 謝謝議員 第三個問題 我想請教我們的 陳秘書長 不要你坐太久喔 也不好 謝謝 謝謝 市長你是我們縣政府團隊的 秘書那個 幕僚長齁 是 有關那個縣府各舉處的 文師作業流程啊 是 協助 作業流程的管控啊 是 都在你手上 是 縣政的推動 協制縣長齁 推動縣政 領事縣長的左右手齁 是 民事長請問一下 那個 業務的保控是何得以啊 對業務 對縣政的推動啊 是 非常重要 你的講述非常重要 是 請問一下 這個 有幫議員的提案啊 還有人員的陳秘書案件 需要有沒有做管制 或者登錄 在多長時間可以回覆各議員 或是陳秘書案件 跟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是由 今年開始就由我們民政處 民政處它那邊有一個 系統 我們用公文系統來做管控的工作 至於承辦時間的長短 當汙染收到議員的建議案 我們要在三天內先做答覆啦 那接下來整個流程上就是要看 事情的大小還有事情的難易度 做不同的時間的管控 好 謝謝那個民主長的說明 是 我希望說這個工作能做好一點 管控的那個工作也要做落實一點 是 謝謝民主長 好 謝謝 還有第四個問題 我請教榮業處 許處長 榮業好 處長 是 上次的第二次的定期會 是 我曾經建議過你 有關沙斯拉雅那個 後山的產業道路 坑坑通通的問題 當時處長 給的答覆是 因為不是憲政 憲政我的前者啦 可是 經過跟北南鄉公所 跟台東市公所 去協調反應 他說沒有這個多餘的經費 來做 維修的 維修的 動作啦 請問 副長 你是 鄉鎮市公所的主導單位 請問長 你要不要概要承受 協助處理這個 產業道路 包委員 這個我想是 站五是一體的 我們絕對全力協助 除了經費以外 其他都全力協助 其他一定協助 但是經費目前我們 這邊沒有變經費 請求你 主動去協調一下 可以嗎 我們可以來協調 結果要跟我報告一下 因為我想特別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 因為經費 我們預算編多少 議員都知道 所以經費的部分 我們沒有辦法跟議員報告說 我們可以承擔 但是其他的事情 我們來協調 等於是還是 沒有 不協助處理 是 我們協調 怎麼狀況 我們跟議員報告 那就麻煩處長 我都去協調一下 路面 路面已經很 跟跟蹬蹬 路面那個 上下間細細太大 會影響人車行車安全 那處長 我想說你要 我進行辦理一下好不好 是 不過議員那個 假如說經費 那時候議員提到 假如經費不是太龐大的話 議員你只要建議的話 我想我們會全力配合 因為像我們有時候 蓄水時議員講的 今天剛好在開標 就是說你們只要建議 只要經費有著落的話 我們會最快的時間來執行 所以議員假如說 經費都不是太 我們再顧看看 不要太多的話 我們建議議員 是不是可以 你就 這個建議啊 那我們來處理 你直接簽了 然後我們來處理 好 謝謝處長 時間不要太多了 謝謝你 嚴明處 吳處長 吳處長 嚴明無法匯款 確定要為外經營 那請問 處長 現場在市政報告上 特別提到 特別提到 委外經營以後 那個 要雇用原住民的員工 要百分之六十以上 是 那 6月15號 叫市營運 目前 實際 雇用原住民的員工有多少 還有以前的老員工 也沒有繼續再入用 請問 我想說請那個 那個 吳處長 請原委員工的把關 因為 保障原住民的工作前面 跟議員報告 請問吳處長 您命以後 是 雇用的情形 隨時跟我們原住民的議員 報告一下可以嗎 好 跟議員補充報告 這次那個 原住民會館 它總共 它提供給我們的名單 總共是禁用了17名 包括主任副主任 其中的副主任 其實就是有原住民身份的同仁 那在這個裡面 目前 你手上有這個名單嗎 有 那 11 在裡面有禁用 11名 是有原住民身份的員工 所以說有比例 依合約來講 是已經超過60 現在目前比例是64.7 還有 還有第三個問題 我想說 南島無法解 每年的南島無法解 是的 還要繼續辦呢 南島無法解 今年會繼續辦 那因為我們 今年南島無法解的那個 整個 整個都已經有所改變 其實雖然是說 我們現在另外一邊 是在進行標案 那另外我們現在是 結合我們的文化健康站 就是現在健康站 也在幫我們去做那個 刺繡 然後未來就是文化健康站的部分 還有福康巴士 我們會幫他們去做那個 汽車的彩繪 那這是結合到後面的 南島無法解 那未來是公共交通工具 比如說是跟頂東客運 做一些簽約 他們會有一些 因為他是行手在公路上 我們也會幫他們去做彩繪 來去整個去做宣傳 我們南島 南島 台東就是一個 南島生活圈的那種概念 所以未來在視覺聽覺上面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改變 也會改進 議員一直在 今天那個在質疑我們說 我們好像都沒有留下任何的東西 那這一次這個 也是也結合了我們整個觀光 未來都會跟觀光去做結合 所以這次南島無法解 有做了一些改變 那當然也會有一些是 有一些活動 比如說是樂舞的 像這次世界樂舞 解有兩天是留在台東 那明天我們會再去園民會那邊 談整個的細節 這兩個他們世界樂舞的團隊 有七對會在 會在兩天會在台東這邊表演 那主長 是 來個建議 就是說你將來 這個表演的團體 節目的表演應該要精選一下 不要讓你抽屑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是 我們因為這次 我們在今年的三月份 跟四月份的決戰 我們有針對 台東的有做樂舞的精賽的表演 其實這個表演團體裡面 有一些都是非常傑出的團體 我們也可以做 我們會從這裡面去挑出來 去參與這一次的比賽 這一次的活動 那也會結合文化處的 阿卡貝拉的音樂藝術節 也會有我們的國內的團隊 我們台東的團隊 來一起共同參與一起交流 我想說 表演團隊應該是盡量用我們 台東縣的一些團體 是 這樣子才讓我們台東縣的 泄民有表演的機會 是 我們會先進這個福職 陪職我們自己 台東的團隊的責任 是 好 謝謝吳次長 現場對於南島文化的活動 有沒有補充 我想今年我們會辦理 這個是已經確定了 而且我們也編列了 1400萬 1400萬來辦理 那當然今年辦理完以後 每一次辦理完 我們都會檢討辦理的成效 假設我們在今年辦完以後的檢討 覺得說我們改變一種形式 就是可以不但達到我們希望達到的目標 而且還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們未必一定要拘泥在這個所謂的 南島文化節這幾個字上面 我可能跟在 跟回答其他的議員的時候有講到 其實我希望台東 整個台東縣就是一個南島文化園區 365天都在南島文化節 我希望的是這樣子 不管我們的遊客從哪裡來 他一進到台東 他感受到了台東那個很重要的氛圍 其中南島的這樣的氛圍 是我們平常就建立起來 而不是一定要再靠 辦理這個活動的時候才有 我們希望朝那個目標去 所以可能很多的做法 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取代 不一定是拘泥在這個 傳統這個南島文化節 而且這個傳統這樣的南島文化節 每辦一次都花很多錢 一樣的經費我們如果用其他的活動 其他的方式來處理 如果能夠達到更好的效果 我覺得我們也不妨去這樣做這樣的嘗試 這個是我的看法 謝謝現場 我想說這個表演團隊 那驚險一下才不會浪費經費 是而且表演團隊 如果說是讓地方有更多的人參與 而且平常就在辦 像我們辦的這個樂舞競賽 其實效果很好啊 部落裡面參與的程度很高 那如果他們有更多的機會 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點去做表演 也許花的錢少 但是效果更好 也說不定 我們都不會願意來嘗試這樣 希望我們今年的南島文化節能更成功 更成功 我們會努力 謝謝現場 謝謝現場請坐 好來 我想說再麻煩建設署的吳處長 你好 有關那個3號公園 以及10號公園 是 公園一定地 劃定到今天為止 它都有40年以上 對 這種為止到現在一直沒有開庭委公園 而且現場受限於法令規章 房子沒辦法維修或是改建 經過40年 那個現場的房子都已經老舊 會漏移 而且它那個桌邊的排水奢侈不良 因此下大雨都會發暖沉災 雨水會進入到現場的環境裡面 或是發糞池 那霧水會到處流竄 它生活品質非常差 請問一下處長 這個政府不開庭委公園 是不是能辦理解篇 讓年出戶 讓他自由改建 或是轉投資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請問處長的 這個部分我先說明了 就是台東 原來台東鎮的都市計劃 它是在民國52年 就是發訂發布的 到現在也剛好是53年了 也長期因為 就是政府發訂公共設施以後 政府都沒有那個能力去證 所以現況就正如議員所講的這樣子 目前我們有一個計劃叫 台東縣公共設施保留地通盤檢討 我們現在這 銀建署 剛好補助這個案子 目前在這個 它也是針對 長期政府沒有辦法徵收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是以生活圈的概念 就是譬如在台東市 它是以台東都市計劃跟台東鐵路 都市計劃去通盤檢討 它是針對長期沒有辦法徵收的公共設施 它是不是去檢討是不是還有這個需要 如果沒有這個需要是不是換地方 把這個地方變成住宅區 然後其他的地方就是 跨區合併辦那個 以區段徵收或者市區重劃的方式 變成另外找個地方 政府讓政府有難力去取得 然後這個地方就變成 變回住宅區還給民眾 然後民眾回饋到另外的公共設施 目前這個部分 既有了解的議員所提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有一些百姓已經有提出建議案 這個我們會 大概這個時間要多久 這個部分目前在檢討當中 我們所了解的期程 大概年底 年底就會會整以後送 台東縣都市計劃委員會來審議 主長我想請教你 是 我們能不能安排個時間 我們都要先進去看台一下 可以可以 先出過的狀況 可以可以 那會話我們就來台時間 我想說進來好不好主長 可以可以 因為老司長 我們順便跟其他沒有不了解的名字 我們可以就當地跟他說明 好 謝謝主長 謝謝 縣長我最後一個請教縣長 是 在4月27號 4月27 縣長為了大翁低級消防軍隊 以及馬當部落救會所設立問題 在縣府第一會議室 你召集相關單位的負責人 以及部落馬當部落的頭目 騎勞以及部落會議主席 辦理那個計段增說的進度說明會 是 說明會以後 我們婆婆非常著急 馬上著急我們部落的一些騎勞 還有更年齡階層的 重要幹部 說明說明會的結果 部落鄉縣長非常感謝現在縣長 重視馬當部落的救會所設立 所以縣長我一個小小的建議 因為這個七段增說時間太遠短 你不能加快腳步 七段增說的動作稍微快一點 我知道 好那個馬當部落救會所在縣長分裂 卸任自己把它完成 請現場明確說明好嗎 謝謝 謝謝議員 你很關心馬當部落的救會所這個事情 我們也非常感謝 那一天跟頭目啊一些騎勞 我們來報告進度 同時也跟他們報告 有一些稍微細部的一些變更 就是原來是說消防分隊跟聚會所要擺在一起 那經過大家的考量的結果 就把它拆開來可能還更好 那也獲得當天與會的人士的同意 那大家其實在這個部分沒有意見 比較有意見的還是那個時辰 就像你今天講的 我自己也覺得太久 我自己也覺得太久 所以我想我們也折成要求我們地震處 以最快最快的速度來辦理 但是也要跟議員報告 這個都市計畫的這個變更喔 不會只是只有縣這個層級通過就可以了 縣的這個層級通過還要再報中央 有意見來來回回 有時候中央要排一個會 排三個月以上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 但是我們會積極努力啦 自己下去跟他們溝通 盡量把我們排在前面啦 我們該做的說明會啦 該做的公告的期限 這個我們當然都要照要求來做 可是如果在能夠快的時候的地方 我們一定會盡全力來 來幫他做快 現在現場非常重要 這樣可以嗎 你有沒有補充的 那請那個地震處處長補充一下 補充說明 地震 都記的部分 都記的部分 大問題的巨蛋徵收問題 謝謝議員對馬東部落周邊的巨蛋徵收業務的關心 巨蛋徵收的部分 因為是卡在我們的部分公共設施的部分要做調整 因為現在的公共設施的民眾的負擔過重 我們在做任何的政府整體開發 我們主要考量的是民眾的權益 除了保障之外 還要盡量減低 減輕民眾的負擔 那現在因為當初的都市計畫發布的時候 住宅政策也跟現在也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做整個三十幾公頃的部分的公共設施的位置調整 跟甚至於減少的部分 也就是目的在減輕民眾的負擔 所以現在正在進行都市計畫的個案變更當中 那目前這個案子就送到內政部的都市計畫委員會 等他們審議中 審議通過之後公告了 我們就會接續後續的 必須在徵收的相關作業程序 好,謝謝處長的說明 希望那處長要排除暗函 達成現場的市政報告裡面的那個 大附近消防隊已經馬上鋪了救揮手的設立 希望他在現場的任期之內把它完成 對,後續的部分如果說我們可以 不同階段可以同步進行的話 我們會加快腳步 讓他盡快完成民眾的實況 好,謝謝處長 好,謝謝 好,謝謝林秀信、林議員 雖然花園的時間很短 但是你都講到重點 所以我看現場跟我們集數所長都會配合 我們接下來請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這樣 我們接下來請 方學長、方議員 總之請時間四十分鐘 不是說他要接 不行啊 謝謝大會主席 縣長、縣府各級處理及主管 本會議員同仁 以及再次的各位媒體先生女士 大家早安,大家好 來喔 來喔 首先請教現場 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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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議員、中里、海濱、渡家村的開發案 請教現場 目前的進度及執行情形 是不是說明一下 哪一個案子 三議員、中里、渡家村 中里、渡家村 那個不是縣政府的案子 不是縣政府的案子 那是官方局的 那現在目前有沒有做還品 其實中央在做 環保署在做還品 不是我們地方做 現在還沒做還品嘛 對不對 還在先擱置 確定還沒做還品 還好還沒做還品 我建議我們縣府團隊 一定要嚴格把關 那一個中央做的 對呀中央做的 可是我們要嚴格把關嘛 在還品之前 一定要先做好 溝通協調的工作 不要說還沒做還品 你就讓他 你就讓他先施工 那不可能 要反莫倒置 而且要必須依照 年住民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 政府或人民 在年住民土地上 從事土地開發 資源利用 生態保育 或是學術研究等等 必須需要原住民的同意 才可以實行 我希望大家 一定要謹記這個原則 這樣的話以後就不會有 美麗灣事件的再重演了 好不好 我們大家嚴格把關 現在 不管任何開發 一定要謹記這個原則 是 好請坐下 美麗灣事件有它不同的 背景 背景 不完全是像議員剛剛講的 不過我們 我們不希望會重演 沒有錯 這也不是我們現場所樂意看到的 是 現場請坐 謝謝 請教地政處 江處長 是 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是102年 五月份的時候 監察院有一份 糾正的公文 糾正 內政部 以及地方政府 大概 大概 內容是 都市機關內 公共設施保留地 比方說 公益運地 機關用地 或是兒童 遊樂區的用地 市場用地等等 編定25年以內 就必須要完成 開發 超過25年 如果沒有取得保留地 或開發 就要立即解編 團地移民 這份公文 你們看過 我有聽過沒有看過 有聽過嗎 有聽過的話 你有沒有去執行這件事情 謝謝議員 對公共設施保留地的關心 我想 針對公共設施保留地 長期以來 劃設 然後沒有做徵收 影響到民眾的 財產權益的部分 那現階段建設處 正在辦理 公共設施保留地的通盤結 在檢討中 如果說 正經過評估 確實 這個公共設施保留地 沒有必要 沒有存在的必要的時候 或所可以移出他位的時候 是可以做檢討的 做變更 變更為住宅區 現階段建設處正在辦理 那公府是在 你那邊還是在建設處 在建設處 建設處 住宅 你有看過這份公文嗎 這份公文 我也沒有看過 但是我了解的 了解 原來都市計畫法上面有規定 就是說 你公共設施 你劃定 滿25年以後 你政府沒有辦法去取得的話 民眾可以要求 你解辯以後還給民眾 這個是原來在都市計畫法裡面有規定 但是在大概90年 民國90年的時候 因為政府感覺到 跨了太多公共設施 法律 一死都沒有辦法徵送 雖然當時有 辦了三期的 公共設施期的計畫 自從民國77年開始辦 辦到90年 幾乎都沒有辦法 再繼續辦下去 因為政府財政的問題 所以先 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我再請教那個計畫處長 李處長 這一份公文 是不是列管文件 我想請教你 你們看過這份公文 沒有 沒有 所有的公文 我們都列管 但不會跟我們計畫處沒有關的 不會直接到我這邊來 列管文件是誰來個單位列管 這個有關人民的權益 有關人民的權益 有關係到我們台東未來地方的發展 102年發的公文 到現在已經三年了 這個公文一躺就躺在你們鐵櫃裡面 你們不關心 公文應該是文書科 行政處文書科那邊在列管 已經三年的時間了 開始附中在你們鐵櫃裡面 你們不問不問 關心到南面的權益 關心到我們地方未來的發展 有人說 明知因爲而不爲 比湯汙還要嚴重 你知道嗎 本來一杯可以做的 你們不去做 影響的層面更大 真的是比湯汙還要嚴重 明知因爲而不爲 比湯汙還要嚴重 內管文件 是不是你負責管考的 計畫本身是我們管考的 但是文件本身並不是我們 是文書科 行政處是嗎 跟議員報告 文件到最後會回到我們檔案科 文件會回到你們那邊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檔案科 那這個文件是不是屬於列管文件 這麼重要的文件不是列管文件 那算什麼文件 主要進入者 這個應該是列管文件 我也是從基層上來 我知道文件的輕重緩急 這個不是列管文件 是什麼文件 你告訴我 跟議員報告 所有的公文到最後都會到我們檔案科 對啊 到雲汙那邊以後 你怎麼去處理 沒有分嗎 機密公務機機密不分嗎 到我們那邊就只做 製作歸檔的工作 歸檔然後呢 那你計畫做廣考的呢 你廣考什麼 就擺爛吧 是不是 該做你不做 你看那一份公文就一躺就三年喔 三年多喔 我記得沒錯是102年5月9號 那個時候我在廖國中服務 當主任的時候 我曾經看過那公文 這個有關人民的權利耶 台東縣這種符合解編條件的處境 比比皆是啊 台東縣 比方說 馬南派出所後方那塊 公營一斤地 台東縣中心嶺 長安街跟洛陽街之間那塊 公營一斤地 到現在都沒開發 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能新建 也不能動 只能可以修繕 變成四樓的一個獨流嘛 現在快變成一個平民區一樣啊 南華坡農也是有一塊畫面為 在俄統郵基金也是還沒有開發 警察學長 這個問題怎麼處理 議員 第一個喔 你談到這個 都市計畫沒有照原先的 規劃去走 那這一點 我自己也覺得 有需要做很徹底的檢討 那 這個也是為什麼 我想銀建署現在會有一筆預算 讓我們去做 實地的這個評估 跟檢討 那這個我們在進行當中 第二點 你剛剛提到監察院有這樣的一份公文 在我們 這個會後我想回去我們可以 來徹底了解一下 我想在業務上面 這個應該是我們建設處 一部都計科的業務 所以我想請都計科這邊先了解清楚了 我們對這間公文 它實際上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我們怎麼簽辦的 我想會後再來跟議員做回報 謝謝縣長 我現在有一個建議 就是我承辦單位 這是你建設處嗎 還是杜契科 如果是建設處 建設處 那你馬上會後 馬上請我們各鄉鎮市公所 清查 何不條件結編的土地 請鄉鎮市公所 這銀查 是不是容我再補充一下 目前就正如現場剛剛所講的 就是銀建署現在辦全國的公務設施保留地 對啊我知道 那你必須要先把那個土地先清查 這個部分我們也在每個鄉鎮公所都開過壽命會了 目前也就是也都跟公所講 也請公所先導向民眾說明說 有這樣狀況的可以向 在鄉鎮的話可以向公所提出申請 然後我們會整以後 我們有一個委託單位他會進行去檢討 會整的時間大概多久的時間 目前都還在蒐集事業 就我剛剛 剛剛那個林議員也有提到 我們打算就是在年底的時候 可以提縣都委會 不是啊 你要清查這些土地 一定要半年的時間嗎 對啊 還要去檢討 不是啊 你最起碼第一步就要先清查 先會整啊 他已經合乎解編的條件了 不是解編是 不是 檢查院已經 已經糾正了吧 這個就是已經合乎解編的條件了嘛 為什麼還要去 還要開什麼會呢 法院解編以後 解編以後要變成什麼啊 現在就是要 你要去檢查 起碼要清查 一定要先清查 你持放箱有多少筆 對 合乎解編的土地嘛 他在這裡有多少筆 是合乎解編的土地嘛 全線給他會整嘛 你這個清查工作必須要半年嗎 這個應該不叫解編啦 因為我那個當時 公務員是這樣寫 怎麼不叫解編呢 他應該說目前營建署在做的 就是通盤檢討 針對公務員是通盤檢討 就是亂寫喔 沒有 因為這一張公務 我本身也沒有看到 所以廢話我再瞭解一下 超過25年 未起的倒流地 地籍結編 環地移民 520政府 新政府上來了 不是口口聲聲要轉型正義嗎 什麼叫轉型正義 地籍結編 環地移民就是轉型正義 不然怎麼叫轉型正義 對不對 我們政府就要做到就要做到 是不是我會 我會了解一下再跟華議員發告 監裁院糾正的公務嘛 怎麼可能他亂寫呢 對不對 你快點把 組長 組長 你快點行文給各項正式公所 清查這些土地 和服解編的土地 就清查出來 一份報中央 一份分送給我們同仁 好不好 是不是我先了解 黃遠所講的102年 那一張公文的內容 5月9號 你記得沒錯 應該是跑102年 我們就照那一張公文所要求的 我們就照辦 好 好請坐 好謝謝 請教現場 是 森林公園旁邊 有一塊2519 好 保林地 那個 林保地嘛 是 從以前歷任的現場 都是我們中央民代 是 都極力在爭取 包括我在內 包括現場也在內 是 可是到現在也是沒有答案 是 好 也沒有辦法去解編 他的真結 他的真結是在哪裡 他的真結就是在 整個這個 解編要經過一個委員會 那個委員會如果不同意 就是走不下去 那委員會最後開出來的條件 就是要保留一個50公尺的林代 50公尺的林代 他認為那個林代 對環境的維護 對 對這個 這個 這個 對那個 對那個 土地的永續的這個經營 都是必要的 好 那50公尺的林代 就會 損及 現在在耕作的民眾的一些權益 有的人本來在那邊種 種稻子 那因為你要保留那個林代 就不能繼續種了 好 那在這個上面講住 假如 我們現在在那邊使用的民眾 願意接受這個條件 其實這個早就已經解決了 那問題卡在這裡 沒有辦法解決 縣長 據我側面了解 其實我們的耕作副 了解的不多 你只要把林代 鎖一點 他們就同意了 這個應該50公尺 已經是從100公尺減下來的 我如果沒有記錯 嚴謙我聽說是20公尺 後來又增加到50公尺 嚴謙是 他們跟我講說 嚴謙在協調過程 是20公尺 後來又增加到30公尺 變成50公尺 你說這麼大的龐大面積 我記得是從100公尺到我 不過反正這個 就是那個委員會 委員會裡面 有沒有我們建復的成員 好像沒有 委員會裡面應該沒有我們建復 那我們都不能表達意見 但是是一個中央的 我們意見都有表達 就像你剛剛講的 不只是民眾表達 我當立委的時候 我去表達 包括我到當縣長以後 我們縣府的態度 一向都是繼續 是希望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 民眾還要看法 被南希和口現在的那個 沙塵暴也解決了嘛 對不對 我們治理的非常好啊 這是有目共睹的啊 民眾在懷疑 既然已經沒有 封沙已經治理的差不多了 封沙的派出也沒有了 一定還要在一個臨帶嗎 臨帶還要這麼寬嗎 不要說完全治理的很完善 可是最起碼已經治理百分之八十啊 可是我們臨帶還需要這麼寬嗎 我們會把你這個意見 是不是 找個時間 我們找個 我們的農民代表 大家好好坐下來談 大家不要各自起見 互相推薦 找一個最大的公約數 好不好 好 找個時間 保安 保安 我說明一下 本來在委員會 他提出來是 南北各50公尺 後來是決定在南策這邊50公尺 其實到目前 到目前的狀況是出在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最近在跟聯務局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這八十幾公頃 現在我想不管幾公尺 最難有共識就是 目前因為將來在 比如說你拿到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不管拿到多少 這個重測的工作 還有另外外面就是說 部落當中這八十幾個 八十幾公頃的土地的使用人當中 實際上沒有共識 所以那同義書還沒完全拿到 假如這個土地目前的貸管 不是貸管貸管 就撥用到憲政委以後 我們這問題我們會繼續的處理 我們處理的時候 我們會請立委 跟我們多關心 也請方議員 大家來參與 到時候我們在召開協調會的時候 我們來召開 但是是不是能夠解編 因為我現在撥用就是沒有解編的問題 先保安你直接撥過來 是不是能解編 這是重安全者 過去我們貸管計劃一直沒有 沒有辦法拿過來 就是過去我們希望撥用 但是那規定是要解編 去年開始可以不用解編 直接可以保安你可以撥用 我們目前在撥用 目前這個公文是到國會 準備到行政院 確定以後 我們主導前在我們縣政府以後 我們會來召開這個說明會 我們會把那相關的業者找來 同樣那個我們的農務局找過來 到時候我們跟地政單位 我們怎麼重測 比例怎麼多少 但是這50公尺 不是我們的權責 其他的部分 我們可以建議嗎 把那個臨帶可以縮小啊 這個大法 在委員會都會知道 因為審查是他們的審查 百姓的邀請不多啦 你只要把臨帶縮小 我們這裡的封紗也非常多 包括火水服那個三公頃 要解編他都不讓我們解編 不然的話我們這裡那個 那個貝南溪的那個封紗有什麼用 是是是 對不對 這裡這麼好 臨帶還要這麼寬 那後續的話我們 這個走到我們國會完成的時候 我們請 我們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們在哪個時間來召集我們的那個 是是我們請來參加 我們請我們 我們現議會的同仁都來參加這個 就是我們有關這個權益的部分 當然我們也請中央立委來加入 處長請坐 謝謝 再請教建設的處長 榮田水利會在灌溉水田的時候 它有區分 區域內跟區域外 這分你知道嗎 是這個我知道 請說明一下 區域內跟區域外什麼是分別 就是在榮田水利會他們管理的部分 就叫區域內 其他地方就叫區域外 其他地方就叫區域外 你說的很有道理 簡單的說 區域內就是 有榮田水利灌溉設施 簡單說就是這樣 對不對 其他的所在也有 對啦 最起碼才有灌溉設施 就是他們的管理的部分 就是他們的負責 區域外就是他們沒有灌溉設施 他們就沒有去負責 這個問題 大部分癥結在北南溪 左右兩側的河川地 河川地裡面有 算區域內 也有水利會的公開施施 對不對 有 對不對 有區域內 可是它就有區域外 就沒有人去關心它 區域外的部分 從北南溪上游到 台東市下游 大概有幾百甲以上 就我估計啊 區域外的農田 有沒有這麼多 這個我說明一下 我所了解的 它這一些就是 方遠現在所講的 這個應該是屬於 河川地的部分 對啊就是河川地啊 對河川地 河川地它是 我們區域也沒有去關心 我們地方政府也是不關心 對 他們就是這樣 他現在卡的問題 它應該是 第八河川地 它所管的河川地 然後提供給老百姓 做宜科使用的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應該是屬於 第八河川地 他們在管理 不管是第八河川地還是誰 反正我們地方政府要去關心嘛 水利集 水利會 他不去做他的水利設施 我們地方政府也不去做 每天早上 白天頂著太陽 日出而作 日入而洗 晚上睡覺 還要擔心 吸水暴漲 把他們放在雨水口沖掉 萬一被沖掉以後 他們還要顧情 怪手 還用錢呢 另外去開支呢 去故宮 清理呢 不能擅自去 開花呢 不然就會被河川地 開花呢 你看 這個部分是 你們政府沒有去關心 而我們百姓需要水的時候 我們顧情怪手 必須要核准 核准的時間 你說我們 還沒有核准的時候我們需要水 你說那個稻子會不會死掉 這個是變成一個常態的工作嘛 所以我們地方政府 我們現在政府要主動去關心 好不好 好好好 真的要關心啊 他們的收入已經很微薄了 還要額外的支出這些 故宮怪手的 的錢 你大概看一下 播放 這個七一內 這個七一外的放在那個 放在國旗 都是用土堆啊 簡易的土堆 所以 如果這也是 七一外的 這個不是 農田水利會的灌溉設施 你看他們還要用那個管線 這樣拉上去 還用馬達 這招勒 真的是很辛苦耶 像上一次 人家跟人家都問農民 像上一回 我幫他 方議員 方議員 這個部分 我也是還要向 用地板和川地去申請 那些 對阿 他們要去關心嘛 對阿 我們政府都要去關心嘛 對阿 這把和川地 他只要 北南西而已 管理那個北南西而已 管理那個農地 對吧 農地是我們地方政府 沒有沒有 那個和川地的部分 也是他們管的 是沒有辦法 那個老闆現在申請仲署 即可正是和 八和九 對阿 可是我們地方政府 要多多去關心啊 對不對 這個部分我們再來努力 農民本來就是弱勢 可是這些 其意外的農民 更是 弱勢中的弱勢 我們必須要跟公開他們 好不好 好 請教縣長 讓你請受 謝謝 縣長 我們台中 路上對外的交通 大概有三條線嘛 是 南偉線 一個縱谷線 是 一個台11線 對 台11 這三條線 沿途的風光真的是 沒有話講 都很漂亮 是 各具有特色 人文都各具有特色 那我想請教縣長 這三條路線 你認為哪一條很漂亮 唉唷 這個很難比 就像你講的答案是 各有特色 各有特色 我就知道你會講這句話 不簡單 我就很欣賞你 處世元老 手心手背都是肉 不想得罪這三條線的百姓 真的是各有特色 真的各具有特色 可是問題我不在這裡 因為前幾天 我接到一種電話 他說 紀元啊 我們最近 台11線 最近 那個樓越來越下 奇怪 怎麼會越來越下 那樓怎麼會有 怎麼會有可能會有 旁邊的花草 佔道路了 不是 重點是這樣 重點是 我們自從 開放大陸光光傳 那樓越來越下 那樓越來越下 一台一台 一台這樣過 一天 既舊也有百幾台 有更多 200台以上 200台以上 你看那個車流都多多 加上 我們 董管處理也好 我們縣政府 平凡的在辦鐵人三巷 參差起來 就影響他們的生活層面 我在這裡建議現場 你今年不是要辦七場次的鐵人三巷嗎 是不是給他調整一下路線 你既然說三條線都很漂亮 三條都很漂亮 我們怎麼說 挖一條 或是挖一條 挖一條 南徽線 挖一條 縱骨線 把它分散一下 這樣可以不可以 基本發展 對 那個 那個老闆 那個老闆你跟我講 他的父母親 他說要過馬路 很困難 有時候真的是要十幾分鐘 才過馬路 以前是悠險悠險的 現在不是 步步驚魂 有時候會擔心自己的生命危險 真的 我們是不是要考慮一下 把那個活動的路線 稍微調整 好不好 你們怎麼講 鐵人三巷辦理的單位 其實都不是縣政府 他都是民間的團體 可以建議 所以他自己在選擇規劃他的場地 從這個角度看 其實他們是投票都是投給海岸線的 但是 即便 變成這樣 即便是一年七場 你說他真正使用的時間 就是七天 或者有的 前後 每一次辦有兩天 就是十來天 就是日假日 對 當人家辦活動的時候 對 溫商體性的時候 你看那個車流量多少 還好現在 路客 路客團比較少了 我們 我們 有很多業員還希望我多辦 因為 那個活動 要帶動台股的經濟 對啊 辦鐵人三巷我是贊成 可是 路線 稍微調整一下 我是贊成辦鐵人三巷 我也喜歡運動 我想 如果有機會 調整到不同的路線 也帶動不同路線的 整個風氣跟那個商機也很好 這一點我想 我就請管理處將來特別留意 研究一下 跟主辦單位先 先來協商一下 對啊 好不好 我們朝這個方向努力看看 建長請坐 再請教 田民宿 從小學到大學 在休學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領過獎學金 有 有 看你去賣 很會讀書 對不對 一定有領過獎學金 對不對 那你獎學金以後 你怎麼去處置呢 很小的時候已經忘記 忘記了 應該是自由 自由 想買什麼東西 就買什麼東西 是不是這樣 就是便學費 對啊 就很自由的去把它花掉 存錢也可以 是不是 是 換在付滿也可以啊 那我請教教育處處長 你是教育單位的領頭養 應該在學校成績已經非常優越 沒有 沒有議員講得這麼好 有沒有領過獎學金 有 有啊 領過好幾次嘛 印象中好像只有一兩次而已 那你怎麼應用獎學金 家庭不好當然是交給父母親啊 交給父母親啊 你是自由應用 自由去發揮嘛 是不是 交給父母親之後當然 變成是父母親自由發揮了 對啊對啊 就是很自然的嘛 問題我是要問嚴明處長 是 如果有一次我去拜訪一個朋友 在血鳥當中呢 他就提到獎金的問題 我想請教你 去年在成功證辦的那個 年資原位美食創意比賽 總共發多少獎金 應該有重特悠悠的 應該花了30-31萬左右 從包裝大師來講 你辦得非常成功啊 也受顯明的肯定啊 可是呢 在獎金的部分的處理方式 必須要去檢討一下 哪裡說 他跟我想說 是要檢據核銷呢 是不是有沒有像 那叫檢據核銷 那當然還要檢據核銷 因為這個 天明就好了嘛 你怎麼還叫人家買那個 還要叫人家買那個生產設備呢 是 哪有合理嗎 不是 跟醫院報告 這次我們這個活動 其實是針對 就是已經既有有在推展觀光 或是推展美食的部落 不是不是 合理 這個不合理 講經典啊 就是要讓人家自由發揮嘛 自由去應用嘛 哪裡還要限制人家去買 瓦斯爐啦 熱水器啊 之類的 還要買菜刀之類的去解具核銷 你說合理嗎 因為這個未來就是要讓他可以讓他增設他的設備 去充足他的設備 對 這主題不是創業耶 未來是做美食 是創業美食耶 是 對不對 如果是創業 創業的話我就沒有辦法講 創業比賽 你是創業嘛 這不是創業啊 是 世界上的比賽獎金哪裡 我說跟你這樣的 是 還有創業的 還有創業的 還有創業和銷的 因為當初我們鎖定 這個是 是你發明的還是 嚴明會發明的 不是 因為當初我們鎖定這個 這個參與比賽的參賽者是 已經有 已經是有做 那個部落的工作 不管 獎金就要讓人家高興領嘛 高興發嘛 對 要高興去發嘛 哪有限制人家去買 還要買什麼東西呢 你說一個奧運選手 他領了獎金 他是輿泳選手 他領了一百萬的美金 你就要撿氣何銷 合理嗎 他怎麼撿氣何銷一百萬美金 你就要新蓋一個輿泳池啊 不合理啊 這誰罰名 是你自己訂的是不是 沒有 這大概 這是因為 這上面不一定還是你訂的 我問你嘛 這是園民會的經費啦 我們希望是說能夠撿氣何銷是 是你訂的還是園民會 是我們這邊訂的 是你自己訂的吧 哪有這樣的 那樣子的美意就被你打打折扣了嘛 對不對 本來是高高興興領獎金 還要撿氣何銷 還要買菜刀 還要買那個 有的沒有的 真的不合理啊 你為什麼要至少麻煩呢 你以前領獎金的時候就沒有 協校的有沒有叫你去買有沒有的 沒有啊沒有給你限定啊 那你自己花嘛 就要讓你請坐 對不對 你不要自己找麻煩啦 你哪一個石頭抓自己的腳 何必呢 其實我們 你要創新是不是 不是不是 因為最主要是我們要協助他們能夠充實他們 因為他們都有營業的 就是要充實他們的設備 如果你有這個設備還要需要還要去 需要再買嗎 不需要啊 獎金就是要讓我們自己自己花啦 不要限定人家啦 是我們現在都會改進 哦 好不好 是 還好是你自己訂的 不然的話我就要罵那個 聯名會 你又要改進 是 不然以後什麼活動獎金 都要來什麼剪記和銷的 那以後辦活動你得獎金我叫你剪記和銷好不好 你一定不同意嘛 對不對 現在要改進了 好 請坐 再請教榮業處長 也好 再一次我好像在電話中也可以討論過 是 榮藥的問題 是 目前我們台東有沒有那個檢測榮藥的 目前在亞東大學 我們今年有花了在剛核定的金位 前幾天核定的金位 我們大概給台東大學幫忙申請了大概1500萬的設備 就是我們建設局 剛核定下來 就是我們有那個有機的 花東基金會申請 那會是設在哪裡呢 就台東大學 把那個儀器 因為我們補助他就是希望他將來在做檢驗的時候 我們本來縣府自己要在設 但是因為他相關的設備還有人眼 所以後來 縣長是 縣長才是我們跟台東大學合作 以他們現有的設備 然後有些部分不足的部分我們來補充他 然後將來在每個驗收的 在檢驗的那個價格 把價格往下降 然後能夠 對於農民有幫助 那如果農民 他所生產的一些蔬果要去檢測的話 這個作業儀審 你是不是大概跟我想一下 跟議員報告 那個 假如說他的量很少 像一般的你講的蔬菜蔬果 我是覺得那個可能他們不願意 因為那個粉色的價值 但是你假如說是航局或一般的 在講 你既然講到航局 你就講航局的作業流程好了 你就講航局的作業流程 檢測的作業流程 一般大概就是 他採收也會抽驗 抽驗的時候當然就是 你假如自己送驗的 假如不合格式不會花錢 自己送驗的 現在問題會出在哪裏 出在就是我們農業單位 或者是跟那個衛生單位 聯合去抽驗的 這個檢驗出來 就是會花錢 就會處罰 假如自己本身受的 那是沒有 不合格的話是不會花錢 我現在聽你 就有你病了 三次我不是跟你講 我那個人 那是被抽驗出來的 不是他是主動去申請 他主動去受檢 第一次受檢的時候 殘留過量對不對 是不是 又在復檢 他都是 從頭到尾都是主動去受檢 到最後被你們罰 他是罰一萬五 這合理嗎 點到被抽驗 那個主動送驗 不是被點到被你們抽驗的 他是主動去受檢 是被你們這樣查到說 是 那個榮耀殘留過量 他今天兩次都沒有通過 這兩次都是 某偶會抽驗的 他說他只有中半分地而已 縮成就三包 你就給他罰 動不動就罰一萬五 你說合理嗎 他是主動去受檢 不是被動被你們抽驗查到 你應該要提亮他 應該罰沒收 不予罰款 他是主動去 你要先聽清楚 是主動 他是主動去受檢 不是被動被你們抓了 那我沒話講 被你們抽驗的 抽查到的 該罰 維護了 維護了 維護了健康 這個本來就應該要做的 是不是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支持 可是在做法上 在拿捏上 也必須要 技巧上 你們要自己去這個 跟一眼報告 人家是主動 剛好你提到這事情 我跟一眼報告一下 人家是主動去檢查 當我們檢驗的話 那還內 是四千塊 他現在假如說 我們本身他願意配合的話 縣武在這個部分 我們這次的化妝基金裡面 我們會幫他出 大概一半以上 會金會幫他出 然後我們 他讓他送到那個 我現在 我現在問你 是 你檢驗不合格以後 那些東西怎麼處置 還是要自己保管 自己保管 或者自己銷毀 但是我們 有監督嗎 有監督嗎 萬一那個 殘留的那個物品 流入到市面的話怎麼辦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點 不好意思 一般來講 你應該當場處置 是嗎 不合格 沒收 或銷毀 對不對 你 如果要把 要把 可是你沒有把關 你沒有把關 你沒有把關 如果那個物品 流入到市面的話 流入到現場 時間到了 現場就喝了那個糖 有榮藥殘留的糖菊 對 我對不起現場 是不是 好 謝謝大會主席 好 謝謝 黃議員 你執行得非常好 禮拜四還可以再登記再執行一次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縣長 副縣長 民主黨 及各位集助所長 我們今天早上的會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下午分組審查及收集資料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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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